3. 不知感恩的狮子 久远以前 当范兽王在波罗奈治理国家的时候 菩萨投身为喜马拉雅山区的蜂鸟 有只狮子在吃肉时 因为不小心被骨头卡住喉咙 所以喉咙红肿 不能进食 而痛苦不堪 菩萨出来觅食时 看见这狮子 便停在枝头上问道 朋友 你看起来好像不舒服的样子 狮子告诉他后 菩萨说道 朋友 我能帮你取出这根骨头 可是 我不敢进入你的嘴 怕你吃掉我 朋友 别害怕 我不会吃掉你的 请你帮助我吧 好吧 菩萨 在狮子上 把狮子的狮子都吃了 我能帮你帮你取出 与狮子交谈 念了一首祭语 我曾为你效劳 竭尽力量智慧 向你受王致敬 请你赐予恩惠 狮子听后也念了一首祭语 我是嗜血食肉兽 凶狠残暴常作恶 进入我口得身还 你受恩惠何其多 菩萨听后又念了另外一首祭语 从不感恩戴德 一向胡作非为 岂能指望报答 白白似厚此辈 替他做了好事 依然不讲友情 不必怨天尤人 分道扬镳就行 菩萨说完这些话 就飞走了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